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好好把握 必定可以创造一笔不朽的财富 如果你的身体上出现以下这四种征兆 于是要发大财了 快来看看吧 一 印糖发亮 红光满面 俗话说人逢喜事 精神爽 大财来时必有红光满面 如果你最近印糖明亮 气色越来越好 身体健康无疾病 生活顺心无起伏 由内而外散发出勃勃生机时 表示你近期彩星临门 运气极好 二 左眼皮跳 好运来到 左眼皮跳跳 有好事要来到 如果你最近左眼总是跳个不停 说明你的财运在不断上涨 事业将逢喜事 有貌名利双收 可以通过多进行一些社交活动 来为自己拓展人脉 拓宽彩路 三 太阳穴饱满 喜事临门 太阳穴主天鹅宫 如果此处颜色发黑 说明此人美运产生 倘若颜色发黄 且明亮有光泽 标志着此人要走好运 是喜事临门的征兆 而且太阳穴属于建门范围 则代表婚姻幸福美满 四 头发黑亮 运气转好 在面笑学中 头发所暗示人的运势变化 通常是最灵验的 如果你的头发近期突然变得乌黑光亮 浓密柔顺 说明你的气血变旺 运气也在好转的过程中 所以整个人容光焕发 若是你有这么财运到来的征兆 就一定要把握好时机 建议再配合一些风水开运方法 更利于注望财运滚滚 若是没有这些财运征兆的朋友 更要学习一下如何改善自己的财运哦 以下这五种年底紧急风水改运法 你一定要知道哦 一 睡眠催彩法 人在休息或冥想时身心最为舒适 潜意识的力量也很活跃 这是催彩和开运的好时机 使用一款颈颤万斤负雨疹 支撑起颈部和头部 可以让身体得到放松 同时也能强化愿望的念力 达到小气片刻加强财富体质的效果 加促进幸运福气降临 一 聚宝纳金 富于优行者支撑脖颈 寓意将富贵福气缠绕井上 招拿财气 二 财运风貌 鱼象征富足有鱼 既能为颈帛带来坚实支撑 也能改善财运 二 财卫招财法 不知财卫是最直接有效的引财方法 2020年的岸财卫是斜北方 名财卫在入货门的斜对角处45度 财卫要保持贯源充足干净整洁 上面不能放冰箱沙发等重物 以免压制财运 同时在财卫上摆放摇钱树 更能增强催望家宅的财富磁场 摇钱树的作用 一 招财俱财 黄水晶生长在钱袋中 寓意受过积累财气不断 二 开运转运 摇钱树至凡叶茂生不息 催望运势如热冲天 三 钱母习财法 台湾玄学大师曾说过 经文和神奇的符咒 都是带有超自然力量的 而钱母上的神奇经文 带有独特能量 可招财 招人员 望贵人 即抵挡一切不好的负能量 钱母为钱的母亲 有天师法印加持 放在钱包里 能让你财路亨通 财运兴旺 钱母的作用 一 财同八方 正品钱母带有天师法印招财 获得财神庇佑八方来财 二 改善财运 对于财来财去求财不顺者 奉行钱母有独特转运作用 四 化煞取财法 想要家人健康平安 财人滚滚 在家中一定不能有煞 常见的鹿冲煞 尖叫煞 声煞 门冲煞等 都会带来健康隐患与血光之灾 并且会引起破财落财的情况 自然难得富贵 因此建议奉行一个葫芦挂件 是非常有必要的 悬挂在窗台 大门或阳台 能化煞为财 提升财运 葫芦的作用 一 招财巨福 葫芦显因福禄 是富贵的象征 能广纳四方财富 二 洗纳煞气 小口度大的葫芦 一进南出能洗纳煞气 取血除惠 五 吉项物招财法 除了布置好家宅环境 随身佩戴财富吉项物 也是必不可少的 能够时刻掉周身的财富磁场 更流利于赶神财运 被称为鬼老财神的绿幽灵手链 能强劲提升正财偏财运 并招来贵人相助 在工作上具予辅助 建议随身佩戴 绿幽灵手链的作用 一 助往财源 绿幽灵为正港财神 助往财源 搭配望偏财的黄水晶 使财源滚滚来 二 招来贵人 绿幽灵能助往事业 吸引对事业有帮助的贵人 带动事业发展及财源风貌 以上四种来财的身体征兆 与五种年底必备的催财方法 你都知道了吗 自身的不懈努力 加上极限物的风水注意 获得的财富 与事业昌隆的概率更大哦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 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